一路往下找 发现整栋大楼都没灭火气 心里很慌张 最后在地下一楼的停车阁 发现了这一堆 而且这堆 这房子是他向台北市府租来的公宅 租金加管理费一个月要五万 怎么连个灭火气都没有 捷運局喊冤 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汪志斌 原本想访查连开宅的消防设备 可是人到了现场 一个小小设计社会新闻 有必要拍摄吗 这里是抱歉 这边是我们社区的界线 非常清楚 我绝对不会回答您的问题 叫出来喊你请 该管的他们都没有管 那个 社区管委会总干事态度很嚣张 连议员和捷運局代表都吃闭门羹 整个连开宅有亲户 明明一半归台北市政府 却拿建商和管委会没辙 知乎更爆料 早在三个礼拜前就发现 灭火气不见了 还向主委反映觉得很害怕 一天换完不是问题 他们都会巡逻巡检 一天就可以换完东西 但我看着他 我也看了两三个礼拜 消防局解释 因为社区定期更换灭火气 才出现空窗期 只是这个空窗期 一空就三个礼拜 消防安全又烧出漏洞 记者陈吉安收玉敏 新北报道